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右邊的是Ken 左邊的是哈林 今天他們遇上出發去拯救流浪動物 收到義工通知 發現有一隻流浪狗傷勢嚴重 Ken和哈林就立即前往元朗環州的貨櫃場 進行救援任務 他的名字是鬆餅 其實這次不是Ken和哈林第一次見到他 哈林說兩個星期前才見到他見捕魚飛 懷疑他和附近的流浪狗搶佔地盤 而打架受傷 哈林塊伊餅 要不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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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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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由於鬆餅的傷勢嚴重 加上它四處流浪 右腳傷口已經嚴重腐冷 甚至出現烏鷹蟲 情況並不樂觀 Ken說帶多傷勢嚴重的流浪動物 傷口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有機會會引致骨髓炎 嚴重的話可能會引致死亡 再見 完成救援任務之後 受傷的動物就會送去診所接受治療 這個步驟每天都會不停重複 幸好得診所儘量配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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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龍嗎 Kathy 好像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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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禮物 好油 五瓶水 中毒的老司 就是這樣 他們就成功拯救多一隻流浪動物 阿Kent成立的無邪守護者 至今已經運作了三年多 在救援行動中拯救回來的流浪動物 分別寄養了在狗場和幾間診所 而位於元朗的無邪守護者狗場 就是經過阿Kent和義工同事 不斷努力的成果 狗場主要是 暫養救回來的流浪動物 有些能夠和人 和其他狗隻相處的 就會留在大廳這裡 有些個性比較兇環 或者需要休養的 就會混在龍浴面 一個又一個的名字 都還有每次拯救行動的回憶 不要以為無邪守護者 只會負擔起救援的責任 救回來的動物 總需要後續的照顧 有些有食物過敏 有些需要長期復約 有些就限年紀老邁 需要細心照料 即使整個救援工作繁重 但也無礙阿Kent和一眾義工 想拯救流浪動物的決心 敏道哈林參與無守前線工作的經歷 他看著電話裡的相片 就不能夠悍悍而探 之前這隻腳 之前這隻腳是被 應該是在二澳那邊的大嶼山裡面 應該是被捕到一隻腳 之後要截肢 那就截肢了 現在 其實我們 是有很多不同的狗 又是烏鷹蟲傷了 這個就是被人為的 警察都已經開了 他做的了 他給我 有些除雜草 這個是從人節之前 有人在山門路除雜草 附近有些狗 他就 見到那麼小狗 走過去控一下 走過去八怪的時候 被他找個剪草機 扔過去 這樣就過去開了一隻眼 幸好傷不了眼球 就過開了眼皮 其實很多流浪種種 雖然無手 本住狗 只有一隻 只有一隻的信念 但是面對無數流浪動物 令到救援工作 看起來沒有盡頭感 Ken又會怎樣看呢 我覺得 我們現在只是做著 指標 做不到自本 很多事情 不只是 捉著狗 丟在親手手工 那麼簡單 後面還有很漫長的路 出靈養 暫躲 馬上何去何衝 時間永遠是不夠 待會兒還沒搞定 自己手頭那天的工作 接著電話來 又是11B 又是立法站到 你可不可以幫我摘下去 沒有人以為 我們去原本處 或者我們去外見 我已經不白了 你們是 學好大壓力的 雖然明來的路很漫長 雖然明來的路很漫長 不過無邪守護者仍然會堅守 讓流浪動物不再流來的宗旨 但是她不會有營業 但現今仍然會很難 暗號 她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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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乾燥 她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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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怕 她也不怕 每個月